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这是我们的交流论坛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十四课 C元之do well循环语句 昨天我们讲了那个well循环语句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do well循环 看一下和上次的一个well循环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同样一个例子 我们打开一个C元程序的文件 原文件 那么这是一个循环语句 昨天的well循环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do well循环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好,那首先我先写一个do well循环的一个例子 然后再一句句讲解 好,我们这个程序的评论坛 这个程序的代码就这样 那么我们先运行看效果 好,编语文成我们运行看好,他跟我们昨天那个程序是一样的,从01234一直输到9123 99,那么从这如果变成等于100,他同样也是输出一个,同样也是输出0到100 那么这个和昨天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以及什么地方该用这个,什么地方用well呢? 那么我们就来一句句看 那么do well循环语句的一个关键词呢,首先是do开头,然后这中间是循环体 就这个括号里面的都是循环要循环的时候要执行的代码,那么叫循环体 循环体 那么这well又是一个关键词,那么这后面括号同样跟昨天是写一个条件,那么关于什么是条件,昨天已经讲过了,那么就不再重复的讲 然后最后这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他多一个分号,那么这个分号很容易忘记,那么一定不能忘 那么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和我们昨天的well语句是先判断后执行 我们这个是先执行后判断,先执行一次循环体,再判断条条件是否满足 那么它是这个,那么它是这个我们昨天的well循环 外循环一句的话它是什么呢 先判断条件 然后再去执行循环体 那么这就是外循环和多外循环的一个区别 这两个的区别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那么他们由于他们的这个特点呢 所用的地方也是不同的 什么地方用外循环 什么地方用多外循环呢 那么就是说需要先执行一次循环体 就不管条件如何都要先执行一次再判断的 那么这个就就需要用外循环 那么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这样 昨天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输入一个大写字母 然后输出一个小写的 就是输入一个大写字母 然后变成它的一个小写字母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首先定义一个变量来存 这个我们就去掉了 那么首先定义一个 查类型的来存 存放这个变量 那么首先我们就 scanf 百分号c 然后ch 注意一个取缔指数 好 那么这样 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不管条件如何 这个scanf都会被执行一次 如果说我们昨天用while的话 首先要判断这个i什么什么 或者说判断这个ch 这个判断ch是否大于 大于我们的ask码的一个什么 a的值 a的值 或者说让它小于a 就是说当它小于我们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sk码 它是怎么分布的 在我们的论坛搜一下 so ask ask 就会有个ask码对照表 那么这边就有 我们的一个 它这边有个字符 大写字母是排在前面的 然后小写字母在后面 那么就说 我们让这个字符的一个 sure的值 我们说过字符在 在我们的计算机中呢 是以一个实 实进制整形的 就是说整形的一个数字的方式存的 所以我们要判断它的大小呢 直接就可以判断这个数字 当我们的用户输入的数是 一个小于a这个65的 那么它输入的就不是一个字符 那么我们在这判断它输入的 是不是小写字母 我们输入小写输出大写 就是这个 我们先判断这个输入是不是合理 就说输入的数是不是一个小写字母 那么就判断它输入的那个值 是不是在我们的97到我们的这个z的122之间 那么如果在的话就是满足条件的 如果不在 那么就不满足条件 那么就这个原理来判断它是不是小写字母 那么我们这的122的作用呢就是循环 如果说它不满足条件 就让它一直输入直到满足 满足条件呢 我们才让它退出 这时候就能够保证 我们的这个ch中呢 它就是一个小写字母 好 这当条件 就说当我们它是不是小写字母的时候 什么时候不是小写字母呢 就当这个字符 它小于我们的a 小于我们的a 这个ask码的值 或者说 或这个是或 大家就 现在就照用 我们后面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一刻 关系议算符表达是这个会讲 这个是或 就是 或ch 大于122 或者说 我们的z 就说当这个条件 字母是小于这个a的 那么或者说是大于z的 那么就说不在这个范围内 那么这个条件就满 就是说这个条件就成立了 成立之后呢 就会再执行这个 那么再执行这个呢 就是让它继续输入 如果说再 如果说这个条件不满足 不满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不满足就是说 我们当ch 大于的 大于a 且小于我们的z 那么它就是不满足的 所以这个 这可能有点不难理解 那么就 我们就先这么做一个例子 重点是理解 我们的do well循环 也就有一个 和外语句之间的一个特点 就是先会执行一次 这个 不管条件满不满足 都要执行一次 好 我们再来输出 prnt 这个摆放号c方式输出 输出的时候给它一个回车吧 然后我们这 我们输 获取的是一个小写字母 这个ch中是个小写字母 那么小写字母如何转换成大写字母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之间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ask码中的位置不同 那么我们a是大写的 那么我们小写字母的a想变成大写字母的a 那么要怎么做呢 那么可以发现97 这边它减去这么多个 97一直减 减掉一直减到这 它就会剩下一个65 那么这中间的差值呢 就是一个 就是它们之间应该减掉的 那么这个差值怎么算 那么很简单 这个差值我们就不用去数了 直接这样 它们之间的差值就是 括号 我们用字母a来减去 字母的大写的a 那么这之间就是它们的 因为这个是a的ask码值 这个是大写的a的ask码值 它减一下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值 它们之间的差值就决定 就是说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a减去 它和大写字母之间的差值 就可以获得它大写字母的一个ask码 那么我们看97 减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值 就获得到65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ch减 减去这个差值 就得到了对应的一个小写字母 这个大家去理解一下 我们这样编译一下看 先清评 好编译 好没有问题 我们输入a 这边光标跳动 就提示我们再输入 那么我们输入一个4看一下 还要我们输入 就说明我们这随便输入什么 都不满足条件 它就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那么如果说我们输入小写字母a呢 它就没有继续循环了 而是输出我们大写字母a了 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这个 那么这个或我们下几课中提 这几课就先不说 那么这个本应该是f语句中提的 那么这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或 就是说比如说 第一个满足或者说第二个满足 那么整个条件都满足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好 这就是那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度语句呢 它是不管 不是先判断条件 而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 然后再去判断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再来执行一次 直到这个不满足 它就跳出循环 继续执行后面的语句 直到程序结束 那么好 这就是wile语句的一个讲解 那么关于wile语句就讲解到这 下节课我们就来讲解一个 更加复杂的一个语句 for语句 那么这for语句呢 就是我们整个 整个循环语句中的难点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疑问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论坛提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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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